这是一场玩命直播的游戏 你可以选择作为玩家或者观众参与直播 玩家通过完成观众提出的各种挑战来获取奖金 难度越大奖金就越高 当然你就越红 但若是失败你就可能失去所有甚至丢掉性命 游戏内容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 比如当众先裙子 陌生人旁边放响屁 蒙眼在闹市区飙车甚至是卧轨等等 女主小美是个乖巧又文静的女孩 因为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需要一大笔学费 但是她家里却非常贫困 甚至连一双像样的鞋子都舍不得买 为了凑齐学费 她选择了玩家 很快她接到了第一个任务 吻一个陌生人五秒 奖金一百刀 小美犹豫了一下 选择了接受挑战 看了看四周 不是油腻胖子就是白胡子老头 这怎么吓得去嘴 而这时 一个埋头看书的小伙子引起了她的注意 小美把手机交给了黑客朋友备胎哥 让她在一旁拍摄 然后开始用法老时代的方式搭讪帅哥 最后趁她不注意一口啃了上去 任务达成奖金到账 小美激动坏了 原来挣钱可以这么容易 然而这时 刚才那个帅哥却在餐厅里又唱又跳 他叫大山也是一名玩家 而他的上一个任务 正是在餐厅等待小美亲她 两人同时收到任务 只要和对方一起进城 就能得到二百刀 原来是观众想让他俩成为一对CP 一起玩游戏 来到城里很快收到第三个任务 穿上这条裙子就能得到五百刀 这算哪门子挑战也太容易了 找到裙子一看裙子的标价 小美倒吸一口凉气 居然接近四千刀 他也不管了 反正试试也不要钱 于是小心翼翼拉开拉链 然后当着所有观众的面换了起来 大山也换上了一身帅气的西装 然而就在这时 另一位游戏玩家接到任务 悄悄拿走了两人的衣服 而这次的任务 就是在两分钟之内离开商店 大山看到是二千五百刀奖金 就决定拉着小美逃单 但小美从小就是三好学生 他不愿意偷东西 他发现任务里仅仅是说离开商店 并没有说要带着衣服离开 大山瞬间明白什么意思了 两人疯狂的举动让直播间人气流声 很快成了玩命直播平台里的大V 终于在众目回馈之下逃出了商店 这才发现刚才试穿的衣服 竟然已经被观众买下 放在了车旁 这一把小美赚翻了 毕竟得到了一身高级礼服 还有二千五百刀奖金 不可谓不像啊 但接下来这个挑战就没那么容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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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